一名交通警察在吉隆坡市区指挥交通 但是没有想到一辆马赛地轿车却直接撞飞 当时正在执勤的执法人员 警方当场逮捕25岁的赵霍司机驻查 这起案件发生在今天早上大约8点 22岁的交警当时在吉隆坡拉扰劳务路 前往独立广场方向的十字路口处维持交通秩序 可是没有想到一辆轿车突然迎面冲撞 造成交警的脚步受轻伤 事后送进吉隆坡中央医院治疗 赵霍司机是一名25岁的华裔学院生 警方目前援引1987年 陆路交通法令第四二之一 鲁莽驾驶条文调查案件